大家好,这里是美国的小镇小民 进入正题之前我想说一件事情啊 就是有网友告诉我 说有其他频道的人在用我的节目 我自己也看到有 包括国内的也有国外的都有 我其实对于别人用我的节目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但是我要求你事先跟我说一下 所以呢就是麻烦你跟我联系一下 发个email给我 我的email在说明区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拼音的那个胡同大妞 你就用拼音把它拼出来 胡同大妞 at yahoo.com 就是这个地址 你跟我联系一下 好吧 就这个事情 OK 今天要讲一下这个 Robie Wade 因为已经闹翻了 这个我看大大小小的媒体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抗议啊什么的 确实铺天盖地了已经 Robie Wade的中文呢叫做罗素为德 我是觉得应该叫做状告啦 这个素字听上去有点乱 我就觉得 所以我翻我自己翻就是罗 就是一个人 他状告伪德 这个案子呢 现在被推翻了 美国国内的反应呢 拜登啊 哈里斯啊 都跑出来说 都是很失望啊 什么什么 然后当然就是各地的游行室 为大城市里头规模更大一些 像华盛顿啊 什么洛杉矶啊 这些 也有一些暴力行为发生吧 这个事情 他能够闹多长时间 我觉得说不清楚 会不会像黑命贵那样 一直闹下去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因为没有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具体人 这个黑命贵这个事情是很明显的 是有人死了 明白着的 对吧 这个视频是比较震撼的 他这个呢 说到底是最高法院的一个决定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也是美国众多矛盾的之一吧 也等于是又加剧了一层 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游云示威这两天 因为是周末吧 天气还可以的话 应该还会再闹几天 但是我不认为他会闹到太过分的地步 这是我的感觉 还有呢 在有一些州 一些红州啦 他的那个检察官就说了 说我们不会对这个流产的妇女 还有什么医生啊 提起诉讼 也就是说我们这州要有这个法 我们也不会去执行的 那到底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哈 再有呢 他的参议院里头有两个参议员 有一个叫Susan Collins 还有一个叫Joe Manchin 一个是共和党的 一个是民主党的 这两个人呢 都说都出来说 说我们被骗了 说的那个 当时这个听证会的时候 这个有两个最高大法官吧 是那个川普提名的 一个叫Brad Carvano 还有一个叫Neil Gorsuch 这两个人呢 在那个 在他那个参议院里头 在对他们进行审核吧 进行这个听证会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都说了 说这个Rovey Wade呢 我们是不会被推翻的 他们就说自己是不会去推翻的 结果这很明显的 他们就是在推翻这件事情 所以这两个人呢 Susan Collins和Joe Manchin 就说我们被骗了 这种被不被骗 我总觉得政客 美国的政客都特别会作秀 我不相信 Susan Collins和Joe Manchin 真的相信这两个人 他们当时说的时候 尤其Joe Manchin 他是民主党的 这个川普提名的人 他就应该投反对票 川普提名的人一定是支持 这个 要推翻Rovey Wade的 再傻的人也 这点应该看得明白 你随便他怎么说 对不对 你政客自己都天天撒谎 你怎么会相信这两个人呢 对吧 你一旦他这个政客 你撒谎 还有可能被选下去什么的 这两个人 一旦 那个到了最高大法官的话 他是终身之爱 对不对 你根本就管不了他 所以这种啊 都是 我觉得都是作秀了 我不相信他们俩 当时真的 真的以为是 这两人说的话是真的 然后呢 什么阿拉斯加的 共和党的那个州长呢 他出来表示说 他要提什么宪法修正案 进行公投 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言论吧 各种各样的想法什么的 我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些都是作秀 我不认为 哪一个人是真的会 或者哪一股势力 真的能够 在目前为止 能够做点什么 这个事情呢 在世界上 还是引起了一些反响的 比如说世卫组织 也有跑出来说 我们对此事表示关切 马克龙有推特 说这个 他这也是表示关切了 就对这个事情 也是觉得做得不好 我觉得马克龙呢 正好趁机报复一下吧 他当时那个时候 川普那个 让他丢了一个大单 不是就是那个 澳大利亚那个潜艇 那笔大单 本来是跟 法国买的 结果后来 不跟法国买了 跟美国买了 这事我想他一直是 耿耿于怀的 他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修复 跟这个澳大利亚的关系 那么正好这这事呢 他说这种话呢 他不得罪拜登 因为拜登也是反对 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的 然后他也趁机讨好一下 国内他的女权的那些人了 完了又趁机泄愤一下 我觉得他是这么回事 是不是他真的这么认为 也可能我想他本人 可能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政客都有点投机的 这个成分在里头 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讲 是很打脸的一件事情 因为1995年的时候 世界妇女大会 西亚里克伦顿 是代表美国去参加的 他在那个会上 他说了一句挺有名的话 他说那个 女权就是人权 人权就是女权 这是他说的 那这件事情 明摆的是对女权的进发 美国人自己的评论啊 就是说他叫 推回去了50年 就是你这50年来 这女权方面的进步 全部都推回去了 因为柔必备的是1973年 那差不多是50年了 对吧 那如果你要说 女权在美国 现在被推回去50年 那你的人权 是不是就退步了50年 是不是应该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难洗白了 拜登呢也只能就是说 我不同意 对吧 我个人来讲 我不同意这个 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 布林肯呢 有跑来说 说的我们会保证 外交部的 所有的女性的权利 我们都会保证他 都是这种不疼不养的话吧 表表开就是了 但是真的 你说这件事情洗白 你这么整天 倡导这个人权的 这个国家 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很难洗白的 好 那我们来仔细看看 到底这件事情 是怎么一回事情 什么叫做 推翻了Rovie Wade 一个案例 他一旦判决了以后吧 你一般的不能说 我现在忽然之间 又不这么判了 不是这么回事 他不能回去说 Rovie Wade 当时判的不对 我们现在从回来判 不是这个意思 他有一个新的案例 这个新的案例 跟他类似的情况 但是不按照他那个办法判了 这个叫推翻 推翻潜力 就是要以最近的这个案例 作为潜力 那么后面的例子 要按照今天的这个判法 是这个意思 那他这个新的案例 是什么案例呢 这个案子的名字叫做 Dobbs vs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Dobbs 他这个人的名字叫 Thomas Dobbs 他是什么人呢 他是密西西比州的 健康部的官员 他告的是谁呢 他告的是这个 杰克逊 妇女健康组织 是这么回事 他告这个 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 告他们什么呢 告他们违反了 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法 这个法呢 叫Destination of Age Act 胎龄法 这个妇女组织 就是一个 堕胎的诊所 他这里头呢 就规定 他这个胎龄法 就规定 胎儿呢 是有年龄的 就是说 一周一周的算 然后他这个法律呢 就是说 当这个胎儿 就被出生的这个胎儿 到达15周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做流产 就是任何情况 都不可以做流产 除了 对于这个怀孕的女性 她的生命危险 有生命危险 在这种时候 可以做流产 其他的什么强奸乱伦 都不可以 就非常严格 就是你就是不能做流产 而且这个问题吧 他说对于女性的 生命有危险 这个东西吧 什么叫做生命有危险 有的东西 你作为医生来讲 他不一定很肯定的 就是说 比如说胎儿死在这个 母亲的这个肚子里的话 他不一定是对 对这个女性有危险 有的时候是有危险的 有的时候是没有危险 你可以一直等到 你九个月 他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你是 你是可以生下来 对你是 本身的母体 是没有危险的 所以国内 以前有一种 叫做葡萄胎 就是当这个小孩生下来 他整个就是一堆肉 像葡萄一样的一堆肉 就是说他没有发育 他怀了以后呢 一开始发育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停止发育了 但是他停止发育 在这个母体里头 他没有产生 对这个妈妈 没有产生危害 然后到他 到时间了 他生下来 一般的这种 也会是早产的了 但是他是自然的生下来 然后你就生下以后 就发现是这样子 可是有些情况 当这个胎儿死在母体里内 他会发出一些毒素的 对这个妈妈的身体 是有危险性的 而这种东西 都不是那么百分之百肯定的 所以你这个案子吧 就是这种法律吧 一说 只有在对女性 造成生命危险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难判断的一个情况 总之呢 这个案子呢 现在就是判下来了 判下来的结果呢 就是这个Dobst 他是赢的 这个密西西比的 健康部的官员 他们是 就是等于是 密西西比健康部了 他们是赢的 这个州呢 就是说他这个法律呢 是可以在这个州 履行下去 没有问题 就这个胎领法 这个他每次判决完了 都会有一个多数的意见 或者是决定意见 然后还有一个少数人的意见 就是说他要给你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这么判 多数的意见是这么说的 他的总体来说呢 就是说 如果州的法 没有违反宪法 也没有太多不合理的地方 那作为联邦来讲 作为美国人 最高法院来讲 作为联邦 都不应该去随便 剥夺这个州法 所以他的这个 最主要的是说 这是州的事情 就应该让州来管 我们联邦不要来管 他事实上是这么意思 然后他进了一步解释了 他就说这个胎领权 他就觉得这个胎领法 是等于是胎 胎儿应该有他的权利 保护未出生婴儿的 这个权利没有错 然后他就提到这个Roe Roe v. Wade这件事情 他说这个 这里头解释的很含糊 他里头说 隐私权 还有这个选择权 女性的选择权 他说这些东西 宪法都没有提到 所以呢 你这个Roe v. Wade 说他违反宪法 是不对的 至少不是很明确 但是有一点挺有意思 他里头有那么一段话 就是这个写这个 绝对多数意见的这个人 叫Alito 他说他里头这么一段 他说支持于反对 堕胎双方的妇女 可以通过影响公众舆论 游说立法者投票和竞选 来寻求影响立法进程 那他这意思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们真的想争取这个权利 那你就应该去 去好好去争取 你不要来指着我最高法院 来给你争取这个事情 你自己去争取 你自己去通过什么游说 通过投票 通过竞选 你自己去通过法律 来保护你自己 他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他底下还说了 他说女性并不是 没有选举权 并不是没有政治权 他说值得注意的是 登记投票的女性 往往还大于男性 从比例上来讲 这是事实 女性投票的这个比例 高于男性 这是对的 那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你们在政治上 这么积极 你干嘛不自己 为自己去争取权利呢 他这么 这两段话 我觉得挺有意思 是什么的 就是5月2号的时候 他的这个评论呀 就这个多数的意见 其实已经露出来了 当时就是个大新闻嘛 露出来以后呢 我就看了一下哈 就他说的这两段话 我没有看到 也可能是我自己漏掉了 就是这个 等于就让你女性 自己去为自己 争取权利的这两段话 我没有看到 这个是他 后来正式出来的 这个评论 多数人的意见里头 有这么两段话 可能是我自己漏掉了 因为他那个评论很长 他那个原来 那个是60多页 这次这个大概 有100 100多页 反正很长 我也没有 从头到尾看到底 我就很粗略的 就是刷了一遍 就这么说吧 但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 那一次 流露出来了以后 他自己想收一收 就是说 有一点给自己辩解一下 而且是又把这个甩锅 甩到这个女权那边去了 就是你自己觉得 这是你的权利 你自己去争取 我们最高法院不管 我们最高法院把这个 推到州一级 然后你在联邦一级 在宪法一层 你如果想要保护自己 你自己去争取 我觉得他是这么个意思 他在为这个州法 进行辩解的时候 他还提到了中国 那中国现在是 什么事都能 都能跟中国联系上 而且中国永远都是负面的 他说呢 就是中国和北朝鲜 这种国家呢 在一个胎儿 都已经过了20周了 还可以随便的进行流产 这个呢 肯定是不可取的 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各个州呢 他要对这件事情 进行立法来管制 这个是有道理的 然后就用中国和北朝鲜呢 作为负面的例子 就是说你看 像他们那种国家 那么随便爱怎么着怎么着 都已经过了20周了 他还想去做流产 就做流产了 这是不可取的 他就里头还有这么一句 那么少数的 就是反对意见了 他说的很简单了 他就说你这是 剥夺了女性的自由平等权 一旦女性怀孕 她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成为二等公民 而且呢 你这个推翻先例呢 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以前的有先例 就应该按照先例来 你按 你没有 你这个 就是没有足够的理由 把它潜力推翻 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然他最主要的 还是说你这个 等于是把女性 变成了二等公民 对吧 他本来他不怀孕的话 他有的权利 等他一怀孕了就没了 就是他就忽然之间 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这个意思 这是两者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评论 那么这个 Rovie Wade自己啊 这个案子到底是 是个什么案子呢 是这样子的 是73年的时候 这个案子判下来的 他既然说叫Rovie Wade嘛 Rovie就是一个人 是个女的 他呢 告的是这个Wade Wade呢 是另外一个人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一个德州的法人嘛 就是一般来讲 你要告一个州的话呢 就去告这个州的 要不是他州长 要不是他的检察官 反正你会找一个法人 去告他 所以Wade呢 就是德州的法人 事实上就是Rovie 去告了德州 是这么回事 那么他就告他呢 他就说我现在怀孕了 我想去做流产 结果呢 这个德州呢 是州法是禁止流产的 这个 这是不合法的 在这里违反了我的 侵犯了我的权益 就告了 告到最高法庭 最高法庭呢 就是同意了7比2 同意了他的这个说法 Rovie的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 德州的这种做法呢 是违背了宪法的 第14修正案 宪法的第14修正案 是这么说的 他说任何州 不得制定或执行 任何限制公民权 或豁免权的法律 这一句话 好像看不出什么太多的 这个跟这个 堕胎权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下面这个 比较有意思 他说未经正当法律程序 任何州也不得剥夺 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或财产 也不可拒绝 对其管辖范围内的 任何人应受到的 法律保护 那这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自由 对吧 当然你任何州 不能随随便便 就去杀人了 就剥夺人的生命 剥夺人的财产 这是不可以 那这个自由 这个就是选择权了 就是当时 Rovie Wade的时候 的最高大法院 他们就是选择 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 女性的选择权 他和这个第十四 修正案的自由 给放在了一起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就是说 宪法里的 的确确没有明确地说 女性有权利选择 确实没有 这个 今天呢 看来 最高大法院呢 有了不同的解释 不认为这个事情 跟这个宪法 第十四 修正案 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这样子 这里头 从哪以后啊 73年以后 还有一些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 就是关于这个 堕胎的案子 但是总体来讲啊 他可能有一点变化 跟这个73年的 这个Rovie Wade的 这个决定 可能有这儿 或那儿的变化 但他总体来讲 没有正式的推翻他 总体来讲 还是 就是说 还是保护了这个 女性的选择权吧 应该是这么说吧 但是今天呢 算是正式的 推翻了 因为今天 他正顶说了 这个密西西比州 他们想这么做 他的这个 胎领法 没有问题 就这个意思 他可以定 法律来限制 女性的这个 选择权 这是它是允许的 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聊一聊 为什么这个 选择权这么重要 他这个选择权重要啊 其实有很多的数据 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挑了几个 说到底呢 还是能够让 女性的这个 整体的生活质量 会有提高 比如说 同样的女性啊 他有 有这个 选择权的女性 按时 大学毕业的这个 毕业率会增加72% 就是说当你可以选择 多胎的时候 你这个大学毕业率 按期的毕业率 增加72% 增加的还是很多的 然后呢 这个选择权呢 可以让有些女性呢 她延期做母亲 年纪做母亲 比较成熟一点的女性 她的收入就高 一般的来讲呢 就是说 这样的可以增加 这个女性的收入11% 各项的这种 研究也表明哈 就是 她是对减少孩子的贫穷率 因为你要是 母亲的收入高的话 当然孩子的贫图率就低了 对吧 也增加孩子的上大学的几率 因为同样的 如果母亲是 大学毕业 有正常收入 那当然了 她教育出来的孩子 也比较可能会上大学 对吧 就是整体来讲 她会帮助女性啊 帮助整个社会 受到更好的教育 提高这个 女性和整个社会的收入 增加女性的经济基础 这个呢 是 是很明确的 再有一点啊 这个 选择权 或者是 可以堕胎的这个权利 的确确确是个健康问题 确实是个女性的 身体健康的问题 就是 其实我认识的人里头 就有三个人啊 而且是不同的种族的人 他们都出现过 就是我前面说过的 这个 怀胎 婴儿结果出现问题 未出生的这个胎儿 她的 她出现问题 那么 就是要提前 把它弄出来 就我认识人里头 那像这种非常隐私的问题 我想 一定不会就这三个人 肯定还有 人家不说吧 也不是所有的人 出现这个问题 都会告诉我的 对不对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一类的情况 还是比我们想象的 比我们很多人的认知要多 当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会问的呀 你是保大人 还是保孩子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这种 什么叫保大人 什么大人 怎么叫保孩子 那就是这 你两者只能选一个的时候 那它某种程度上 它就是一种堕胎呀 堕胎行为呀 就是这孩子不要了 对不对 而且 经常你会听着说 哎呦 这人怀孕怀了几个月 然后没保住 孩子没保住 这所谓的孩子没保住 就是孩子死了呗 或者出现什么问题了 就是这种情况 那它要是出现问题的话 有的时候 它会自己 自然的就流产 就流下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 它没有自然的流产的话 是需要人工的把它弄出来 为了要保障 保障母亲的安全的话 这个是有必要的 所以这个女性的 这个选择权很重要 是在这 有的时候是涉及到 人命的 涉及到生死的 没有了这个权利 它伤害的是什么人呢 它伤害的是社会底层 我放了一张图 上去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把这个 柔臂位置推翻了以后 并不说美国国内 我们现在就不允许你 堕胎了 它只是说 你现在各个州 可以自己决定 那么很多州呢 它就说是不允许你堕胎 但是也有很多州 允许堕胎的 所以对这些州来讲 没有影响 对吧 最高法院说了 我州我想干嘛就干嘛 那我要允许的话 我就允许 我不允许就不允许 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就是那种 东海岸西海岸的那种蓝州 它基本上都允许的 都是那些红州 比较保守的州 它是不允许的 就基本上还是分这种 就是党派之间的分别吧 就还是这样子 当你在一个州 如果它不允许你做流产 你硬要做的话呢 你可以到别的州去 到那个允许做的州去 做的 这个呢 总体来讲 它不会影响 这个中高产阶层的人 但是对于底层的人 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呢 这个流产是要花钱的 流产一般的费用 大概是750左右吧 但是你还要加上 你这个出门 油钱呢 旅馆呢 在餐馆吃个饭呢 等等了 这些东西算在一起 你没有1000来块 1000多美元 你这件事情是办不成的 1000美元 咱们就算1000美元 对于很多人来讲 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对于中上层的这个家庭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对于底层的人来讲 它就是个问题 美国63%的人 它的那个现金储备 没有超过500块 那你对这样的人来讲 这63%的人来讲 让他去 比如说给他女儿做个流产 这就是一笔大开销 这有可能做不到 这笔钱他真可能拿不到 那不就是伤害的 就是社会底层吗 对吧 就是本来他 怀孕了这个孩子 他附近的医院 他可以做的 现在都不能做了 他就要跑得很远 就增加了 他还要请假 如果是妈妈带着孩子 他可能上班的时候 他还要请假 等等了 这个伤害的就是 就是这个 有没有受益的人 有 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没有受益的人 在后面推 他是不可能成功的 受益的人都是谁呢 一个呢 保险公司是受益的 因为医疗保险 他不用管这个 堕胎的事情 国家他对这个医疗保险 他是有控制的了 他有很多条条款款 里头有要求的 就是对于所有 涉及到女性的 健康的问题 那么也包括流产 因为就像我说的 有些涉及到 这个人身体的问题 他不会说的很细的 说一定要生死的问题 才怎么样 他就说反正涉及到 女性健康 包括流产 都得给他 你都要给他 包在里面 那他现在可以不用了 因为这周 如果规定不可以流产 他一定要求你 保险公司 不可以给他付 这是肯定的 所以他不用付了 那这个还不是算 主要的这个受益人了 但就是说 从资本来讲 如果资本 有间接的受到影响的话 那对他来讲 不是坏事 对保险公司 肯定不是坏事 还有呢 保守的教会 保守教会呢 比如说天主教 天主教会是这样 他教会本身 正式的 对外来讲 他是反对流产的 但是美国的天主教 图多数是支持的 所以这里头 是有矛盾的地方 但对天主教会 美国的这个 等于是正式的来讲 他等于是 属于赢了一头 还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 基督教的教会 也里头也有 比较保守的 所以教会 不是说所有的教会 都支持这个 Rovie Wade 要被推翻 不是的 他要看 但是里头有保守 的是很保守的 而且这些人是 声音很大的 他们对此事 真的反对的话 这是很反对的 所以有一批 就是保守教会 是受益的 他们等于是 取得了胜利 再有一个呢 是资本 好多事情啊 你要 follow the money 就是说要去找钱 保险公司 那受益 还是小事了 对于资本来讲 他如果说 你强迫一些 本身这种 就是不定期的怀孕 没有计划好的怀孕 就是很多都是 比较穷的女孩子 就是说他家里头 对他照顾的不够 没人管他 然后碰到一个 什么男孩 稍微关心点 他就好上了 然后就怀孕了 就是这种事情 其实很多了 就年纪很小 那像这样的孩子呢 那你现在要不让他 去这个打胎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要这么贵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 到别的州去的话 那他就干脆 把孩子生下来 那他把孩子生下来 他就自己书读不完 书读不完 他的工作就 只能是最低工资的 那种工作 不需要什么学历的 对不对 完了他照顾不好 他的孩子 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子的话 他也很难说 把他的孩子教育出来 成什么样子 那这样子 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就可能是几代人 这家里的孩子 这个都是处在 挣扎在 在这个贫困线 这块地方 这个呢 对于资本来讲 未必是件坏事 因为资本 他需要廉价劳力 大家都是这个 中产阶级的白领 做办公室的 那谁来做那些 最底层的工作 清扫厕所 照顾那些 大小便失禁的 这些病人 老人 这些工作 要有人来做的 对不对 你要所有的女性 都是中产的白领的话 那谁来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对于资本来讲 对于这个劳务市场来讲 他是需要一批廉价劳力 而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等于是人为的制造出一批廉价劳力 所以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军工复合体 什么事情都跟军工复合体有关系 因为他需要士兵嘛 他需要炮灰啊 同样的呀 跟上德那一天啊 刚才说的一个是连在一起的 就是说 你如果都是中产 人家家里的孩子不会出来 想要来当兵的 要当兵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才想要当兵的 那如果你都是女性 作为母亲 全都是受的很好的教育 都是中层的白领的话 那他们的教育的孩子 也都相对的要好一点 经济情况好一点的话 那就 他去招兵是比我更困难一点 不是所有的士兵都是穷人 有一些中产阶级也有 我认识的也有 但是多数的都是穷人 就是经济情况差的人 家里头没有能力 赶紧 高中比例也赶紧去当兵吧 也就是说也不防是一种出路 很多人是这样的 因为当兵的那个 本身你当兵在那当的时候 就有人管你的持穿住 对不对 然后你退伍下来 也有一些福利的 也挺好的 所以对于军工复合体 大家这也是一个好处啊 军工复合体不是只买武器啊 他也需要有士兵的 对吧 所以有很多的受益的人 就这件事情 你表面上看是一个 女性可不可以堕胎的问题 实际上他里头 有很多的利益在 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挺重要的 受益的群体是什么呢 是这些政客 政客呀 他很喜欢悬而未决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炒作 你这件事情定了 好了 美国现在有正经的 保护女权了 保护女性选择的这个 比如说 宪法里头有规定了 那这事没什么可吵的了 他这个判决下来以后 就这两天啊 我已经收到了好几个这个 短信 都是什么人给我发的 都是那些在竞选的人 民主党的 我的那个电话 大概是民主党的什么 数据库里头 可能放在那 反正就是我收到了好多 都不是我这个选区的 别的选区的 但是他们又要我捐钱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要奋斗 我们要斗争 那肯定的 就是这些事情嘛 对吧 我一看就知道 当然我根本读都不去读 我就给他就删掉了 但是我已经收到了 大概有至少四五个这种 跟我一点都没关系 跟我这个选区一点都没关系的人 就是打批的给 民主党的这个数据库里头的人 发信息呗 对不对 就借着这个炒作嘛 对吧 那你要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他就没法用这种办法炒作 所以对于政客来讲啊 就是民主党共和党 其实都是这样 这件事情老是悬而未决 其实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到吧 不管是从政客 还是从资本 对这件事情 其实对他们都是有益的 媒体也喜欢呀 对吧 你看这个马上大家都去看了 各种刚才的评论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媒体也愿意这种事情 就是得意的人还是很多的 受益的人还是很多的 OK 那么接下去会怎么弄这个事情 就是再会去怎么发展 如果说拜登也好 民主党也好 真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办法 是现在拜登是总统 民主党又占有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多数 他就应该立法 这个Alito他写那里头说了呀 他的意思就是 你们自己去争取 对吧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 你自己去争取 自己去立法 是怎么回事 他说的这点没错 对吧 那就是你就要去立法 但是他们不会去立法 就像我说的 他立法了这件事情 正经定下来的话 对他政客没有好处 他还想靠着这件事情 让他11月份 扭转他这个民主党的11月份 要丢席位的这个命运 他还想靠着这个 你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他还没法去大肆地去宣传 其实我觉得他这件事情 真的解决了 反而对他这11月份是有利的 说明你是 我来投你民主党 你确实是值得的 但他不会这么想 对不对 因为他要正经去立法 要去搞去闹 这是很累的事情 他不愿意 他就现在就照着这样 趁着大家都情绪挺高昂的时候 赶紧去炒作一批 行了 能拿多少票 能拿多少票 他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呢 就是这个立法这件事情啊 肯定不会发生 选举完了就更不会发生 对不对 他等着下一次去选举这炒作 这个立法呀 保护女性 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的宪法里头 他有这个有一个宪法的是第19修正案 是关于女性可以投票 然后还有一个第27修正案是同工同酬法 就同样的工作你不能够根据性别给他的工资少 女性的收入低这不可以 所以呢 美国的宪法这两条呢是关于女权的 那你有这些既然有同工同酬啊 你也有这个投票 那你再去搞一个这个女性选择权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挺有必要的 而且吧 这个选择权 我是觉得哈 它不仅仅是说你选择可以去 自己可以选择多胎权 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一个最高法院的案例 叫Buck vs Bell Buck vs Bell是什么事情 是强制绝育 这个Buck是个女的 她被强制绝育 原因是什么呢 她是个爱尔兰人 就非说她呢 这个种族不好 你看她是白人 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哈 我后来读了一些东西 我才搞明白 这个Buck她母亲曾经做过妓女 是整个这个社会呢 瞧不起她 然后呢 就总有那些多事的人 就把这个 有点是报复在Buck身上 就非说她呢 是属于劣质的种族 所以她不应该生孩子 就对她进行了强制的绝育 这个Buck她当然他们就告了 告到最后是输了 最后还是给她进行了强制的绝育 然后因为这个案例 美国大约 粗制的算一下 大约是七万人 收到了强制绝育 那肯定都是女的了 而这个Buck vs Bell 这个案例还没有被推翻 也就是说在现在 美国是允许强制绝育的 但是不允许女性选择堕胎 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就是说在现在的美国是这样子 就是她允许你州立法 立什么法呢 就是限制女性去堕胎 这个是 这种法律是允许的 与此同时呢 她还允许州有什么法律呢 就是说出于各种理由 你家里头有什么遗传病啊 你种族有问题啊 甭管是什么理由 州可以有法律 来强制你进行绝育手术 这个现在状况就是这样 就这两方面都没有法律 在保护这个 这个女性 而最高法律现在判下来的 这个Buck vs Bell 没有被推翻 Rovie Wade被推翻了 所以结果就是 现在这么一个状况 这是非常 非常矛盾 而且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联邦要出台这样的法律 保护这个女性的选择权 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太不能 这个事情是 没有这种可能性 现在呢 还有一种讨论 就是说那除了这个堕胎以外 避孕问题怎么办 比如说她现在有一种药 叫Plan B Plan B呢 它就是说你 36小时以前 你吃几只应该就是 可以导致 就应该可以阻止你怀孕了 是证明的 那这个骗剂呢 不应该说是堕胎药 因为它 它是阻止 或者是推迟排卵 它是这样的一个办法 让你没有办法怀孕 可是还有一种药 叫RU486 RU486呢 就是这个受军卵 它等于是站立体内的 把它杀死 怎么回事 那就有点像 堕胎的意思了 那这些药 会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都不知道 我想稍微评论一下 就是这些 所有的这些反对堕胎的人 他都会说 我们是 它叫Pro-life 也就是说 我们是热爱生命 我们要保护生命 它都是这么一个理由 但是这些人呢 很奇怪的 就是说 他们这些Pro-life的人 他们同样的Pro-war 他们从来不出来 反对战争 那战争不是 都是杀人的事情吗 而且杀的都是无辜的 什么儿童啊 妇女啊 我就没有看到 他们这些Pro-life的人 你比如说天主教堂也好 还是保守的教堂 他们站出来说 你这个政府 你这么一天到晚的打仗 这是不对的 没有啊 那天主教徒的 那个最高的教皇 他有的时候 他有在批评 但是他批评是泛泛的 就是他反对所有的战争 他这个事是有的 可是美国的天主教堂的人说 我去运作一下 对吧 我去影响影响政府 你少去这个到国外去 无缘无地侵略别人 没有啊 然后他基督教徒的 那个那些保守的教堂 教会是也没有啊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你这么天天的去侵略战争 杀死这么多的无辜 是不对的 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们 而且他们也不反对死刑 那你死刑你可以说 那有些人他是该死的 对不对 他干了 他杀了那么多人 他就应该死 可是问题是死刑有被判错了 有一个叫做Innocent Project Innocent Project 就是帮助被判错的人 重新去审一下 看看他这个事情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Innocent Project 根本就没有这些 所谓的Pro-Life的人 这Pro-Life这些人 也没有说我捐钱 我们大力的支持 Innocent Project 没有啊 都没有啊 这可是为了要救这些无辜的人 我刚刚看到一个研究 他就说大约的估计 粗略的估计一下 被判死刑的人 有4%的人是无辜的 那你按照这个算法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 美国在死牢里头 被判了死刑的人 是2450个大约 4%的话 就将近差不多有100人 只不过你不知道 这100人是谁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这样这种 Innocent Project 还有类似的吧 就是为了帮助这些 被判死刑的人 但是他有可能是无辜的人 帮助他们 走这个法律程序 那这种东西 那明白的 它是需要钱 需要影响力 需要号召力的 你根本听不到 这些Pro-Life的人的声音 从1973年到现在 就是被从这个死牢里 证明 他是无辜的人 有186个 这个是被证明了 就是说想出了办法 那真正被判死刑 被最后处于死刑的 这人里头 有多少人是无辜的 根本就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Pro-Life的 这些人 他到底是 真的是Pro-Life 对吧 我有这么个问题 好 我总结一下 减少堕胎 要靠的是提高教育 包括什么性教育 什么避孕教育 等等 家庭计划等等 我觉得是要靠这个 我并不是说支持堕胎 就说 随便你爱怎么堕胎就堕 我觉得堕胎 当然不是好事 这个我想大家都同意的 对不对 但是你要真的想减少堕胎 不能够靠严格的控制 女性的这个选择权 这个是不对的 还是啊 这个人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以后呢 他这个堕胎的 就是你看到 就是堕胎的这个 往往都是比较穷的 比较贫困的家庭 就生活好一些的 中产阶级 中高产阶级 堕胎率就是低 这些所谓的热爱生命 对吧 保护生命的这些人呢 他其实 有些人 他其实骨子里啊 他还是想控制 女性的性生活 这种 我们说我们在中国啊 有这种 有些人 有些封建思想 你们要三重四德 什么什么 西方也有 一些保守的势力 他也希望女性 三重四德 不要去这个 随便交男朋友 什么的 也有的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 有一些人 他们这个热爱生命 其实他是热爱控制 这个女性的性生活 除此之外了 就是资本 喜欢廉价劳力 政客觉得这个事情 是个炒作的 炒作的事情 军工复合体 喜欢有士兵 穷人来当士兵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都加在一起 造成了今天这个形势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短期内我看不出来 因为就照我说的 资本是受力的 军工复合体是受力的 政客也是受益的 这么多的受益的人 有哪些人 你说他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他有好处 没有好处啊 那短期内我 是看不出 他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虽然大多数人 绝大多数的 美国民众是支持 女性的选择权的 一般的民调 你去看 都是70% 75%以上 尤其是 有些州的那个 禁止堕胎法 它是很严格的 它是什么 乱伦 强奸 它都不让你说作为义 可以这个 做流产的 这个理由 都不可以 像这种特别严格的 这种禁止堕胎法 其实支持的人 是很少的 但是没有用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说 美国最高法院的 这个决定啊 一定不是 这件事情的终点 这件事情会继续 炒作下去 继续分裂美国 而且美国的这个 精英阶层 它喜欢 分而置之嘛 这一件事情 绝对是分裂 美国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对于精英阶层 绝对不是这种坏事 所以它就会继续分裂下去 继续炒下去 好 这件事情先聊到这 这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一样的 以后还会有事的 你看着 先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大家点赞 留言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对小 小镇小明频道的支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